好美哦 都可以站在那边 这一个下午什么事都不干 好Q哦 有没有 我们吃饭吃了 咖啡鸡 吃完饭了 回来了 我们今天住的地方 住的这个房间 有一个小花园 哎呀 太阳没有了 我明天可能会去Gilly 我现在得回家上网查一下 然后安排一下 认为这一次我要在这边待上十四天 回料是在哪里 带大家参观一下我凌乱的房间 等一等一等 这就是我凌乱的房间 空调还开着吗 哎呀 好热哦 太热了 这是我第三次来巴厘岛了 然后这次是没有想到 自然又会回来 然后还得在这住两个礼拜 所以我们得好好arrange一下 我们要干嘛 这种最喜欢吃的印尼薯片 Sukudo Kus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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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是忘了它这个名字 Kusuka 是他们的一种就是Kasawa Chips 木薯的薯片 是印尼最好吃的这个薯片 Good morning 我打扮好了我的行李 行李这次还带的蛮多的 因为有很多 要带回达尔文的书 总共带了五本书特别重 我现在在我的酒店这边 后面有个很漂亮的小花园 这是我这两天住的地方 然后今天等这个船 我们要上Giddy Island 回到之前去过的那个Giddy Air 就是它三个滴滴岛最最东边的那一个 然后Giddy它是有三个岛 所以我们这个船是到最大那个岛Giddy T 但那个是Party Island 所以我不会住在那边 我今天到那边之后 我就转当地的小船去它上面最安静的那个岛 叫Giddy Mano 那上面有一个海归中心 有一个office 它是汽车drop off了之后 让你去楼上check in换了票 上岛咯 这个要自己扛背包去码头 居然没有那种luggage trolley 我这包有点重 不管因为翻上岛上之后 我就会一个礼拜都待在那不动了 所以也不会牵扯到再次搬家的问题 就开心 人还蛮多的人在那边 这是不同船公司的 这个应该就是我的这个绿色的小船 还蛮好的 比我上次坐的应该好耶 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 因为我一会儿我趴会晕船 然后这个窗是可以打开的 可以有一些新鲜空气 会非常好 我看到一个火山 这个应该是去年在爆发 那边过火山 刚才坐了一个小船 下来之后换了一个小船去Giddy Air 然后因为我要到的是Giddy Mano 所以又换了一个船 我们现在又换了一个船 然后上Giddy Mano Giddy Mano是三个岛上最小的 然后我的包就在这儿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那边 挺好看的哦 五年没来 这个海水居然还是这么蓝 这点让我非常惊奇 这个海水真的好漂亮 好蓝好蓝 好开心哦 然后那边又来了一个船 大家这船票还挺贵的 那船跑了才不到五分钟吧 居然就收了四十块钱 我刚才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船过来 那个船票也不够一百块钱人民币 好蓝啊这个水 好美好美啊太美了 好美好美好美啊 好美好美啊 好美好美的 快拿进来 到了 哎,这水真的是没有让我失望 找到一家餐厅,现在出来吃个饭 刚洗完澡了 是一家小餐厅 然后大妈特别逗 也是跟前两天在巴厘岛一样 一到了之后就先问我 他说你是哪来的 然后我说我是中国来的 说完之后直接就说 啊,中国现在那个病很厉害很厉害 我说对啊 然后就说是因为人们有吃一些豆啊什么的 我觉得印尼这边虽然现在还没有任何感染的这个case 但是好像他们当地人对这个病 还是挺恐慌的 因为昨天在巴厘岛卖那个手机卡的时候 也是有很多人都直接就说 你是从中国来的 会不会那边的情况会比较糟 点了一个空心菜 一会等他上来 吃完饭了 我们现在绕着这个小岛中心的这条路 我要穿到比利满能岛的最北边去看一下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三点半 然后太阳挺大的 但其实也不算特别热 因为都是有被覆盖掉了 很安静嘞 这边就完全没有游客的踪迹了 大海边了 现在不是他的旅游旺季 好像人真的不是很多 这边是岛上的北边 好的 早上好 早上好 我们在比利满能岛的第一天 哎呦 现在时间是八点 其实我今天早上四点半就行了 因为 还是 not surprisingly 因为他们远处有一个清真寺 在早上又开始唱那个唱金了 这是我们这两天住的这个小房间 我自己的一个茅草屋 看 这个都是茅草搭起来的 好了我要出门吃早饭了 吃早饭 我这房间是在二楼的 因为他们一楼其实也有房间 但是还没有建完 他们就先把二楼建完之后 就二楼先租出去了 这样子的一个小花园 然后旁边还有其他的几个小的 Tagiri岛上那些住宿好多 都是这种茅草屋Bungalow 然后得去问问老板有没有早饭可以吃 哇 他们这么早就开始卖早饭了 这像是午饭的节奏 看看小朋友 这一边是午饭还是午饭 午饭 午饭 你吃午饭 对 妈妈早饭就吃这个大米了 好意思 晚饭了 现在开始环岛逛一圈 走一走 后面有个大叔 刚才特别奇怪 在拐脚处突然闯出来 吓到我了 然后开口就问我要钱 为什么问我要钱不去问你的总统要钱呢 对吗 这样也帮不了你啊 他们周边这边都是当地的住家 哎 为什么一直会有这个东西 这是村干部选举吗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 在这边 然后我们现在要走到最西边的海边 这个路走的对吗 这个导航好像有点不太对 哎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了 反正跟着这个先走吧 走哪儿算哪儿 反正今天没有任何的plan 大哥怎么又跟过来了 嗯 嗯 笔直走的话 就可以走到 呃 这边的海边 嗯 走吧 他到底要是去哪里 哎 怎么感觉我走哪儿 他就跟到哪儿了 印度尼西亚的奇葩还真是多 都已经走了 差不多有那么一阵了 而且越往里面走 好像周围都是一些原始的树丛 嗯 有点奇怪 这旁边连一些住房都没有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我的大海呀 哇大海边了 这边是曼诺的西边 这边的话可以来看日落 对面就是我们的Giddy Tea 那个Party Island 我要打一下样看看哪边的这个珊瑚礁比较多 然后我下午拿那个工具就可以过来肤浅 这边好像还可以有点颜色的 在床上躺了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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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骑太早有点太困了 现在起来吃午饭喽 我们的白沙滩 然后我们的白沙滩 当然来的都有点刺眼了 好漂亮哦 特别湛蓝 好美 除了美已经没有任何 预言可以形容之一的这个海了 尤其是它这边一块浅滩的这个颜色 特别特别碧蓝 超美的 还有对面的山 那个岛就是Longbrook 另外一个大岛 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是Giddy Air 我过两天要搬家的那个岛 超漂亮的 然后Giddy Mano的话 前面有一个Sea Turtle Sanctuary 海龟的养殖地 我上次来的时候也去看过 所以我们现在吃完饭去看一下 那个海龟养殖地那边吧 我也想来游泳 但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把我的这个 小箱机带出来 有没有人给我看包 如果像他这样的东西放在那儿 一被太阳一烤就烤焦掉了 Solo旅行 看行李是最大的问题 其他都不是问题 都可以站在这边 就一个下午什么事都不干 超级美的 就是我们的海龟了 这地方好像比我想象的要小 我记得以前来的时候是很大一个 可能就是这么小吧 好Q哦 说我记错了吗 我以为那个海龟中心很大的 其实就那么一个小房子 没有了 看来是记忆把它给美化了 就这么一所在海边的小房子 就这一点点 现在是下午一点半 有点太热了 我先回去歇一下 等到下午三点半以后 太阳稍微下起一点之后 然后我就出来游泳 但是我会去岛的另外一边 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在海边坐 等到日落 这边是向东面的 所以看的是日出 然后岛的另外一边 是看日落的 Maps.me 这个APP上面显示是有路的 然后当地的人就告诉我说 就是这条小道 我天哪 这个小道 不会走着走着 就半路出来一个人 然后被打劫了吧 Seriously 所以不过它这边 馒头上面还挺好的 就是它的植被挺多的 我记得在Air上面 好像没有那么多植被 就是你中午下午 最热的时候出来的时候 你都是被曝晒在太阳底下的 看看不要被什么人尾随了 哎呦 真的下过雨吗 为什么都有点泥巴怒了 是雨滴 这个路况 真的是有点差 刚才那两条泥巴 比这个段要好 看来这边是比较荒凉的一段 没有人走